詹姆斯为社会发生磨泪 那事酷度跑哪去了 仰视为啥表扬詹姆斯世界最偶像 仰视 仰视确实当时表扬了 就这事做怎么说 站在中国球迷日常 那绝对是你值得 就是什么 有一定的感激吧 因为毕竟确实当时 你看没看到那国外媒体 炒作那个事 尤其这又是一个大事 大事情况之下 詹姆斯算是仗义直言了 这相当于啥 雪中送炭了 就难得的国际声音 因为当时国际环境 其实也不是那么友好 他对一个超级明星 社交媒体上有商议粉丝 为什么说仰视也表达了一番 就是这种感谢呢 这属于是国际 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 知名体态人士 他影响力非常大 他能站出来真比一虎 这个事就是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你要了解 你要说你但凡说点好话 那国外是讽号的 就是说什么 不说你能乱讲的 但是有知名度的人呢 他们又爱惜自己羽毛 不愿意给你发声 所以你像詹姆斯 这么具有社交媒体 号导力点 站出来 起码就讲几句话 你要说指望说啥 要不然很多人 他人心不足舌顿像 你说 詹姆斯他讲这些不够 他应该站出来 公然的 就是与这个 木雷叫板 对不对 跟这帮人叫板 公然的就一屁股 就坐到我们这边 那可能吗 人心不足舌顿像 他坐到那个份上 已经是站在他立场之上 已经是一种极限了 差点触及到当地的 这种舆论红线了 这已经不错 你要不然就没有说 乘乘下马 一个人捐款了 捐了五十万 你怎么不捐五百万呢 你自己咋不捐呢 对不对啊 人家已经捐了 你这别老这个 非得要求人家 做到做那了 所以当时 詹姆斯做这个事 已经是很突出了 这绝对值得记忆的 你要了解 这属于对于我们来讲 也是非常严肃的事 詹姆斯愿意发出声音 可以了 所以其他民众 就没发出声音 没发出声音 他如果也没有说 跟其他那些 沆瀣一气的话 说啥呢 保持本分 就没有说沆瀣一气 这就说啥 这事我也这个 撑一波热度 就在美国本土 我想走一波人望 他没有 没有基本上 你也可以说啥呢 你不能说过分要求 就这个人家不做 那气失本分 做的是人情 人情你可以感谢 本分你不能贬低 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呢 你就说 库里多兰特 没有类似发出声音 你不能贬低 这是人家本分 因为人家国度不一样 你以为人是中国人呢 他是美国人 他在人家的文化圈里 这是人家做到了 自己的本分 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已经不错了 起码没有放线一气 有